我们是在3月16日 跟着我们第三批的内定远港队员 那么一起是从连堂口岸 那么到达我们入住的酒店 那么一路上的话呢 路上的行人非常的少 然后车子的话也非常的少 那么感觉的话呢 香港还是受疫情的影响 还是非常大 到我们抗议结束 返回到这个 深圳休整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的市民 逐渐地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 那么香港的话也逐渐地热闹起来 我们一进去以后呢 那些老年人呢 我感觉那个体重那么弱 探探微微地想起来 想跟你说一声这个 感谢的话 幸福了 感谢你们来帮助我们 我觉得这个瞬间 我特别感动 香港的市民 对我们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支持 我记得我们回来之前 刚出院的一位爷爷 九十多岁了 参加过抗美援朝 在他出院的当天 还特地处着拐杖 绕场一周 跟馆里面每一位的医护人员 握手道别 我们和香港的医护人员 共同工作 相互支持 那么在这里过了一个多月的 做了一个多月的医疗工作 基本是两年一线 所以也没有时间去 再去香港走一走 看一看 有一天我们下雨了 就那天下雨 那个班车跟那个场馆的门口 可能中间还会有 有大概两米的距离吧 雨倒不是说很大 可能我们队员就从场馆出来 可能跑快一点 也很快可以上到车了 但是那个安保阿姨 她会就是在那两米的距离之间 帮我们撑材 让我们就是不会淋到雨 这些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但是就感觉到他们对我们 真的是无微不至吧 那种关怀和帮助 就觉得真的感觉到 那种家人的温暖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有一次上班 就是工作做完 准备交接班的时候呢 和港方的那个护士 聊了会儿天 当时上海是比较严重的 他就说 现在上海疫情严重 然后他们都可以来上海支援了 然后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也是挺感动的 通过这句话 其实也是显示了 香港的这些护士 对我们医疗队的一个认可 感觉我们去支援香港 不是单方面的一个付出 是一种双向的奔赴 这些护士 预定 在 暗权